那个 洗澡吗 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啊 我 错了 错哪儿了 错在 让你生气了 我是生气 你年纪小 逐一道挺正 签约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能随随便便做决定呢 为什么不多问问 你表哥他不就是律师吗 你为什么 家里没人支持我玩医院 你知道了 还有我呢 我支持你 以后在清宁 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讲 别憋着 更不要随便做决定 在这儿我就是你的家人 以后我照着你 你 听见没 听 听见了 啥呀 发什么呆啊 走吧 回家 帮你拿着来 你这还挺沉 我来拿 帮你拿那个来 没有 还是我拿的 没有 还是我拿的 说这条路上啊 怎么一辆车都没东西 没车都好呀 就这样走回去啊 那个 洗澡吗 你先洗还是我先洗啊 待会儿再洗 你跟我过来一下 走 坐啊 不是你以我这么近干嘛 你从那边去 哦 我 既然你决定要住过来 那有一些事 必须得说清楚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不就是那些 互不干涉 尊重个人隐私之类的 同居条款吗 注意措辞 不是同居 是合租 不是合租啊 我又不交房租 我还白吃白住呢 我知道了 包养 既然离下 所以我就没资格说过 我都听你了 那你就听好了 一旦出饭 立马走 下ак 第1 就是你住在我家这件事 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 因为你毕竟是娱乐圈的人 至万一你以后要是大红大紫了 传出去成了黑料 你那个老板 不过他应该也不客气说 毕竟你可是他的摇钱书 但是不过以防万一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提醒他一下 第二 不可以随便进出我的房间 但是你的房间我可以随便进 喂 喂 睡着了 好困啊 累了一天了 撑不住 那你快去睡吧 早也别洗了 明天再说 好的 晚安 这小子 那我当什么人了 这小子 陆正安 疯了吧你 那我当什么人了 跟他走门的人是我好吧 这世界很酷